日午狂欢 纸醉金迷 20世纪初的上海人称东方巴黎 外滩租界十里洋场 处处是机会 那想在这里讨生活 你必须熟记这三张脸 黄金荣 张孝林 杜月笙 黄金荣 贪 张孝林 打 那这个杜月笙就是做人情 特别是他 上海皇帝杜月笙 是地下帮会组织青帮大佬 手握一百多家的公司营运权 有钱 有权 蒋介石 毛泽东都想拉拢他 这位20世纪上海最有权势的大亨 出生却只是个小地皮 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 然后一个人自身到上海 房屋台码头 混混 他就是个混混 杜月笙四岁前父母双亡 由继母和舅舅养大 但实在贫困 14岁小小年纪的他 就到上海讨生活 离开前满怀雄心壮志 还向祖母承诺 总有一天会赚大钱回来修祠堂 从浦东到上海十六铺 然后就混到水果行当水土 所以他卖水果 他可以把这个梨子 就是一刀下去的时候 就是到最后一刀 整个皮都不会掉下来 所以他有个绰号叫做水果月笙 但杜月笙很快被上海这座大染缸给染黑 赌赌不拒也偷怪强骗 还因为欠下赌博债 被老板赶出了水果行 杜月笙自己也知道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只得加入帮派 他后来拜了青帮 一个大自备的人物叫陈世昌 就是拜他为师 希望能够混得一个好的工作 青帮是上海第二大帮 仅次于鸿门原本是运河水手组织 是工会也是黑社会 成员加入都靠推荐 杜月笙加入后 陈世昌的门徒引荐他进入青帮头目 也是法苏界探长 黄金荣家里的厨房打杂趣 每天在这个厨房慢慢的观察 原来黄公馆里面除了黄金荣是在当探长 当包打厅以外他们还做一个生意 就是专门黑吃黑 在当时呢做的最大的一个买卖就是抢别人的 然后把别人的烟土到手以后就拿去卖 杜月笙发现黄家真正赚钱的不是黄金荣的探长工作 而是他的老婆林贵笙 暗地抢走私烟土 也就是鸦片做黑买卖 有一次就是一个烟土突然被偷走 那是因为杜月笙 他很聪明的知道说这是谁干的 就去拦阻 然后很成功的把这个烟土给追回来 立大功的杜月笙成了林贵笙的亲信 从打杂的升官变成鸦片体运 斩了头奖的杜月笙有了壮大的机会 而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很会做人 这话要说回有一次杜月笙因为完成了大事 林贵笙赏了他两千大洋 他就是故意要考验外祖父 看看他拿到这个钱以后 他会做怎么样去处理 外祖父拿到这个钱以后 他就回到他当初黄埔江边的码头 他把这个钱全部分给他的兄弟 杜月笙的举动不仅是感念这些过去一起混的兄弟 也让这帮人留下一份人情 他是很会去做人情给别人的 就是说这个人需要帮忙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就会去帮助他 如果你接受了他的安慰 你会觉得就是欠他一份情 讲直白哪些人是可以用的人 哪些人是可能没有办法合作的人 这他也分得很清楚 会做人又机灵的杜月笙 获得黄金融夫妇的赏识 1925年他向黄金融提议 干脆成立公司做大沿途买卖 反正就是要赚钱 赚什么钱呢 赚鸦片的钱 那鸦片在这里就可以合法的贩卖 那合法的贩卖他就说 我收的不叫保护费 叫保险费 每一家我要收10%的保险费用 黄金融幕后当老板杜月生营运布局当总经理 再找来张啸林任副总经理 大通一条军关系 工资取名三星 上海烟土生意全被他们垄断 令人见人 三星公司到后来赚钱的程度 它是可以赚到一年大概6000万 那6000万在当时来讲 是什么样的一个价钱呢 就是全国的总收入 也不会就是3.4万左右 他赚6000万 也就是全国总收入的 百分之二十五分之一 赚了大钱的杜月生 至此站稳地位和黄金融张啸林 平起比作 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一 这让当时还只是一届 国民党军官的蒋介石 也想交好 蒋介石先生好 那个时候也是要拜帖进入青帮吧 那外祖父当时在上海 也是青帮的一员 可是因为外祖父的名气 响亮已经超过他青帮的师父了 蒋介石想的就是利用杜月生的防分事 中共主要的在城市的力量是透过工人 它已经成立了非常多的工人的纠察队 一定程度控制了上海 黄金融那时候他们有办这个工厂 这个工厂动不动就罢工 他们也觉得很生气 1927年4月12日 原本国共合作的状态下 蒋介石在上海发起清党 杜月生、黄金融、张孝林合作的中华共进卫 就为蒋介石所用 暗杀工人领袖汪秀华 镇压工人纠察队 肃清这个部分是非常的严格的 总共杀掉的就有三百多个人 然后受牵连的也有一两千人 因为这份情南京政府成立后 杜月生担任军事委员会少将 虽然是虚嫌 但他和蒋介石跟讲交好了 甚至连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大事 也得靠杜月生 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 坚决反对 认为说蒋介石只是一个军头 杜月生在出面做什么 跟宋子文直接动恶 如果你再阻挠这个婚事 我让你在上海寸步难行 杜月生出马哪有乔不龙的事 1927年12月 蒋介石和宋美龄上海大婚 杜月生还担任委案工作 杜月生几乎是满了 整个上海的交情 就连国学大师张太炎 也得求他帮忙 他的侄子在这个 十里洋厂在上海这边 法柱界这里 因为租房子的纠纷 他说没有人敢去动张太炎 就厚着一张老脸 去拜托杜月生帮忙 张太炎满腹金轮 但口袋却两空 杜月生不仅帮他摆平纠纷 还时不时地资助他 两人因此交好 张太炎还替杜月生改了名 叫杜庸 1931年杜月生修祠堂 张太炎更撰文 杜氏祠堂记 说杜家祖先可以追溯至地窑 奉承之意表露 在这个祠堂建好的时候 整个来讲是轰动武林 惊动万教 因为包括党政高层 包括工商界的人士 都到杜家祠堂来热闹庆祝 连樱朱界 华朱界 警卫队都来 然后各学校 然后这些警察 这些部队 全部都来做一队 队伍绵延 蒋介石张学良都送上匾额 大海练习三天 了去杜月生14岁时 到上海对祖母承诺的一番心愿 然而杜月生心里却还有个遗憾 就是自小加疲 只读过五个月私塾 目不示钉的杜月生 有的诠释更必须摆出文化 杜月生每天养成看报习惯 海棋建书法 写了一首好字 甚至借了鸦片的习惯 1933年他跟组织横社 吸收商界上流人士 把事业版图扩张到银行业 纺织业等等 杜月生当时开始创办 大概只有19人 后来发展到将近1500人 杜月生掌管了横社 然后横社掌管了整个上海 甚至整个全国的经济 在上海打滚30年后 杜月生从一个混混崛起 咬身变成上海皇帝 斥炸风云 而后更加入抗制 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代销售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